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他你每天要注意看哪些货 你每天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说 周教授 我其实不是一个开便利店的人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观察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他说你想想看 我们开在大学门口的便利店 目标人群是18岁到24岁 本科到研究生 十年前的18岁到24岁的人 跟十年以后的18岁到24岁的人 他们要的东西一不一样呢 我说那当然是不一样的嘛 他还问我 他说那今天便利店的人 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我说毋庸置疑 因为本地生活 外卖 外送的方式的增加 是不是外卖变成一种新业态 他降低了 他说那我就要观察这种生活方式里 我怎么样重新改变我自己去适应这个世界 他说我永远在观察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那么第一句话想说 新锐品牌 他要观察 哪些人的生活方式呢 我们发现 他要观察的主要是90后 跟95后的Z世代 这群人群占据了非常大 那么去观察他在用吃跟穿上面 我们就发现 他的生活方式里 有些跟我们这个世代不太一样的地方 而且蛮不一样 一 平大师活在开瓶里 每天跟瓶连在一起 光束缆 最好一根手指能办好所有的事 颜值控 为什么 因为在瓶上面看到你买的东西 其实你是依据照片漂不漂亮 跟文案好不好买的 人画王 这个更重要了 今天大部分的Z世代 你要是不讲大白话 有的时候 人家还懒得听我们说 再来呢 他活在一个富强的国家 所以大家对于新国货 他非常能够接受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特征 我们不展开 因为有非常多的老师 他们讲过这类的特征 那么我要特别讲讲 他们的生活方式 有什么不同 我先说第一个 这个信息渠道 丰富的内容平台 优质的内容影响了客户 我直白地讲 以前我们要看一个吹风机 到线下去跟店员讲 你心灵深处就是怕他 没有把所有的信息展示出来 但是今天 朋友们 当你要去买一台吹风机的时候 你可以在小红书 抖音上看到极多高素质的短视频 甚至去看 这个品牌自己的直播 把这些信息都做得很清楚 接下来我们要说 需求的细化 事实上 在这个稍显富裕的时代 大家的基本钢琴需求 得到了满足之后 你会发现9095后 他追求更高的生活仪式感 什么意思呢 专务专用的品类开始了 以前我们冰箱制冰就可以了 现在可能会买一个 专门制苏打水的机器 现在可能会专门买一个 小小的专门做擀面条的机器 这就是我们讲 专务专用时代的来临 生活美学里面 会更重视的是 颜值跟细节 所以你会发现 像我们看到的 北顶摩飞这样的产品 他们在细节的打磨上面 做得很好 他们一出来 一个热水壶 就是我们传统的品牌 五倍到八倍的价格 但是消费者一样买单 为什么 摆的每天看 自己在家里面做 都觉得自己生活 比以前要进步 还有呢 我们叫做 用幽默的话来讲 叫需求开光 第一次用的人 美妆开始 在中国 新国潮 打响的时候 中国一百位女性当中 她的美妆的渗透率 只有20% 不到三年的时间 已经到了40% 也就是有20%的女性 她是首次使用 而且在三年之内 非常迅速的熟练使用 甚至是男性 也开始用起了美妆来 所以这个里面 有巨大的一个空间 那么再来 譬如说小众的潮流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像盲盒 像很多的IP 甚至是一些小众潮流的品牌 过去不在我们大众的眼里 现在已经开始大众化了 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地方都有盲盒机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过去是小小的一群人 喜欢使用的东西 现在整个社会都开始接受它 那么理性跟感性 这是最让我们挣扎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 你会发现 自己要美 要用的东西也要美 而且要兼顾价廉 所以我们在上个世纪 大部分的人 一看到要买东西是什么 是价廉物美 但是今天 最好是物美再谈价廉 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还有呢 情绪分子很重要 你做出来的东西 没点故事 做不了他的心 他不觉得这个事情 他能够想到一个场景 我举个例子来讲 譬如说 SK2做的前男友面膜 这个一讲 你就知道他是在卖什么的了 对不对 一敷上去 自己就在很努力的说 我一定要比以前漂亮 他再看到我的时候 让他很后悔 或者是 只胖子卸妆高 这一类的东西 这是不是都是传递了一种情绪在里面 但是这个文案会很戳到你的心 它在理性 在感性 是一种混合体的一种选择 那么我也要说 技术优势在我们国家也开始了 譬如说 我们今天做的耳机 小音箱 是不是不比国外进口的东西差 像安克创新 做出来的小音箱 做出来的耳机 在美国的亚马逊商卖 可能比苹果还贵 所以这给我们一定的 在技术上的自信 这些东西 让这个新锐品牌 兴趣用户 尤其是18岁到30岁的 超过50%的人 成为最大的尝先者跟推动者